想像不到的一路靠北特別版之三路貨車篇 我們今天早上從武嶺下來啊 然後哎呦你看這個神之路線 我們在經過那是哪一段要往谷關的路上 因為他這邊在修路嘛 然後就短暫的封閉有一段呢他是土路 大家都慢慢的前進 那最前面呢就是我們眼前的這台貨車 合進可以在上面做這個訓練大法的神奇貨車呢 他就剛好在我們的前面 那本來想說在前面那應該待會來到一般公路柏油路 我們就可以超車了 沒想到這樣一路下來 真的沒辦法超 因為一來路窄二來他的路線很準 他應該是每天在這邊跑的工作車 所以你看剛剛那個 我被他嚇到就是因為他一開始在進入柏油路之後 除了速度有一定水準以外呢 有一個像剛剛那種路旁 這個整個不都是凹陷的 哇還有一個超神奇超漂亮的路線去閃 然後抓得很準 我覺得這種司機大哥我最佩服 其實我們自己在跑山啊 或是說玩車很多人他都對四輪車 對大貨車卡車是有意見的 因為覺得說就是擋路啊 這個國家齒輪等等 但是呢 很多時候其實這個我覺得取決於 每一個司機他的習性不同 像眼前這個其實他的速度 我覺得跟在後面 你不會特別的覺得很不舒服 壓力很大 但是現在壓力就大 因為公車來卡住了 那公車也沒看一下就這樣直直來 現在卡住了 然後面這一台是林立嗎 好喔 好喔 要後退嗎 嘿 黑山羊與白山羊 他們現在過得去嗎 那你先走 好喔 我本來要講這個故事的 結果變黑山羊與白山羊了 沒有人要後退 對 好喔 好喔 阿你就更厲害了 這是灰山羊 灰山羊在路中間 各位觀眾 這個故事叫做 玉蚌相爭 魚翁得利 但我跟你說 這個畫面本來一度看不到 因為高子青剛剛在 武嶺拍完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把我的 GoPro能設計成奇怪的模式 他每個15秒就是這種關機 就是按下去 15秒以後就關了 可以說是一個抖音的模式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設定 還有剛剛 國軍 因為我們剛剛被這個車稍微壓一點速度 我們就乾脆速度放慢 我們用藍牙連線 然後把它 重新設定好 才有這個奇怪的影片可以看 OK 好 總之呢 講到大車 哇 哇國軍差很去了 這人生就是這樣 歐彌陀佛 他如果有什麼 萬一就在山山這個地方去的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 每個人看的東西不一樣 像我們在騎 我們會有路線的觀念 我們就有外內外 但有時候 坦白說 不管你是不是猴子 你在山路上只要速度一塊呢 你可能就會有失控的狀況 你可能今天壓到一個土 壓到一個碎石 落石 你可能就雷殘了 那這個雷殘的狀況之下 如果對象剛好有車 那他是不是很衰 那相對的 有一些大車司機 或者是說 四輪的駕駛者 他一個謊神 或者是根本駕駛技術不好 觀念不正確 他吃過線 沒事 也就沒事了 他可能一輩子都這樣開 一輩子 跨過中線 上百次 但因為運氣很好 都沒遇到 那就好像都沒事 可是實際上 一言不合就 off road 哇塞 這落差有點大 我覺得騎這個車真的 常常一不小心就會 就想要站起來 然後平常 以前騎蘇克達 遇到這種爛路 你都覺得心情很差 但現在就覺得 Kimoji E 可以玩一下 感覺很好 大家應該家裡都要有一台CRF OK 好 總之呢 不同的交通工具 不同的駕駛人 注意喔 不是說騎機車都一樣 開汽車的都一樣 開大客車 大貨車的都一樣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 駕駛上的習性 有缺點 有優點 但是 當這個比例變高的時候 他一定會放大 就像很多人都討厭計程車司機這樣 覺得他們就是 這個 講不好聽就像垃圾 很多人都這樣形容 可是也有 觀念好 也有手禮貌的計程車司機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群體概述的問題 就像今天只要騎車很多 你就覺得哇山上屁孩變多了 那所以母體變大了 那其中 比較白目的當然也會變多 那 我覺得在山路上 其實 很難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 可能的話 我們有一個 山路之間呢 互相尊重的禮儀文化出現的話 我覺得 那個才是讓大家 用路用得更開心 更安全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今天 好 我開車上山 哪怕我只是一般的駕駛人 我速度確實不快 但是呢 當我遇到後面 有一長串車的時候 我在適當的地方 我就閃個雙紅燈 我靠邊 我讓你過 那這樣是不是很好 那 如果你每一台車 都有這樣的觀念的話 其實摩托車的駕駛人 也會慢慢的 就不會那麼硬逼去衝 因為很多車很奇怪 他在轉換的時候 殺到好像是快要停下來一樣 但直接他又硬踩油門 不讓你過 像剛剛那台貨車 其實我覺得他整體來講 不會讓我覺得太壓抑 可是有一些大貨車的司機 他們就會直接 靠邊閃燈讓我們過 我覺得大家心情都好 他也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 有時候你把小車擋在後面 覺得 一個腦衝血 就做出那個對象超車 然後又選錯時機 然後搞到自己他也受傷 我覺得這個就是比較討厭一點 當然這個東西必須不斷的一再的 重點是強調這個術 他為什麼是金色的 我們必須強調 主要還是看每一個駕駛人 他的觀念 他的習性 他的技術 這個沒有絕對 但如果大家上路的時候 多一分體諒 多一分理解 像孫國軍剛剛那個 其實我覺得那些菜車司機 貨車司機 有些人覺得他們很討厭 就是山路上 遇到他們壓力很大 可是你要想 他也是工作 他遇到我們 他們也覺得壓力很大 我今天就來做工作 你們出來玩 對 那這個其實很妙啦 但是不得不說 有時候遇到像這種路段 你就會發現這些大車司機啊 常跑固定路段的 真的都超強 那個路線之神 尤其有時候 像我們之前走南迴回來啊 那個因為 因為菜車他的座位比較高嘛 加上晚上大家會開燈嘛 哇那個真的是把 每一寸路面用的淋漓盡致 當然如果前方有車 就像有車的時候 他們會回到標準的路線啊 可是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也是個 蠻神奇的文化 如果啊 以一般機車騎士來說 我說的不是那種 菜車選手 或是車子有特別改裝 一般的 騎士 就一般人 你在那種南迴啊 北夷啊 你要跑一個菜車 說真的有一點難度 所以 這個大家互相尊重 互相尊敬 有時候 如果 慢慢的 這個文化啊 這種默契 風氣培養起來 我覺得以後真的山路會變得 比較安全一點 下面有那個樹看起來很厲害 這什麼 登山嗎 攝影 攝影 好 不知道 好 剛好來到這個木蘭橋 很順利的做一個結尾 何歡西 木蘭橋 這個 剛剛機器很順利的打開 又多路了一段 一路靠北特別偏 我覺得這一趟旅程 鬧險之旅根本就是我的 純稿大作戰 多錄很多影片 OK 這應該是公務車吧 他們路線之不穩 讓我有點慌張 好 在木蘭橋通過之後呢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木蘭通過 影片就可以做結束了 來 請 鬥手 幹嘛 OK 掰掰 其實鵝今天狀況不是很好 因為可能太累 昨天真的睡沒幾個小時 然後卸妝又花了一個小時 上妝又花一個小時 所以 到那邊真的 可能大概是睡30分鐘吧 好啦 下次見 掰掰